另外在华联南区玉旅也发生了一起交通意外事故 玉旅镇的一名18岁青年和朋友共乘重击 前往玉长公路夜游看夜景 在返家的途中 女骑士疑似过弯不慎 失控撞上了道路的护栏 造成后座青年头部重创 送医之后不治身亡 一号晚间接获玉长公路安通断 发生车祸事故分别有两名伤患 而其中一人已无声明真相 经销人员抵达现场 减伤处置后火速松医 救援人员立即针对欧卡患者进行急救 给予CPR、AD不建议电击后 立即送往御理刺激医院 另一名患者意识对痛有反应 前额和失业伤 左手肘插伤变形 救援人员给予警圈常媒板固定 直写爆炸后送往御理人们医院 其中中机后座92年次的情形少年 因头部重创松医急救后人选告不治 这一起死亡车祸是发生在1号晚间 根据警方出不调查 当时情形少年乘坐潘姓女骑士的重机 与好友相约前往御常公路夜游看夜景 在返家途中 潘姓女骑士疑似过弯不慎 与后座的情形少年连人带车失控撞上了道路护栏 女骑士身上多处插伤 而情形少年头部重创 送医后伤重不治 疑似因为过弯失控导致致状护栏 而驾驶及乘客送医后 乘客因为伤重而宣告急救无效 那驾驶的部分酒侧没有酒精反应 那本案本分局依A1交通事故受理 和朋友相约夜游看夜景 不料却碰上意外 年轻生命就此消失 双亲与亲友也都难以接受 记者史玉兰预理采访报道